嗨 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下驴梯的舞女 老观众应该知道这可是霸绑级的舞女 现在的话打到了S1医生 有机会看一下她的医生 先看看阵容啊 他们应该是四黑 面对的是鱼女 鱼女打舞女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守木勘探舞女加调香师 这个阵容要想战胜鱼女的话 其实只存在第一波的牵制 只存在第一波的牵制 当然最好能抓这边的舞女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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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舞女吗 目前来看好像是要抓这个舞女的 舞女这边的话带的是个双坦 我估计她会绕一圈 然后直接直接算了 目的不想抓 张狂鱼女 兜了一圈找到了这边的勘探员 勘探员带飞轮两块磁铁 你别说这勘探员不好欺负 这勘探员不好摁 但没人可抓 丢了一波叉 勘探员这边飞轮四秒钟 一波收叉 能收到东西吗 这边等你等你等你 这波收叉好像能够干扰到这边守护人的密码机 收叉看待别磁铁 吸一波 闪现先开技能了 而且这个闪现都不一定好开 人家这边有飞轮的 万一飞轮躲掉磁铁这么 刚说完 完了 出大事情 这把鱼女 我感觉有点走远了 那顺便把这密码机缝一缝吧 密码机也不缝了 就求这一刀第一刀打中 勘探员的话 这边拉开一波身位 与女丢叉冲刺 拉距离 我估计还能蓄出一块磁铁的感觉 因为这边勘探员受到的水汽不多嘛 受到的水汽不多 进到减速八音阵 这边板子也下了一块磁铁弹开 哎呦 这把勘探员给力啊 那波飞轮预判闪现 焦的就到位 基本上打到这个局面呢 对面又是这种顶尖四黑啊 我觉得没法打的 就已经没法打下去了 防守端 想要打出一个双导 双导是有可能的 但是哎呦哇 缺还扛了一刀 算机子 四台都有了 四台机子都有了 看待员估计要倒了 但这个看待员倒地 已经足够足够了 这个就这个牵制时间 真的足足够够 一波收插倒 防守端 守木人只要卡半就下来 只要卡半就下来 我们算了机子 机子的话这边 小阳师这台机子 可能会被丢个叉干扰 可能会被丢个叉干扰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薄命可以套走的 那只能赌一个震慑了 如果出震慑好像有说法 好吧 我觉得鱼女这边就赌震慑了 什么啥都不说了 一个出次 哎这样的话没震慑了呀 收插人就撈下来了 再丢个插封这边的机子 讲道理这边 如果说刚才这边冲着一下 就是放出了一个身位 让这边守木人 直接过去救人的 这把我们的主角 舞女战时还没有发挥的机会 外面重启机子 还有怎么说 鱼女战时顶着水器 也在这边修 舞女这边的话 把勘探人状态补起来 舞女好像是选择 放弃了那边的二挂勘探 转而过来压这边的密码机 压也可以呀 你压好了 我外面重新启台机子 又不是全场就剩这一台 打一刀香水回 蓝搜 外面重新起机子了 就这个时候穷者已经毫无压力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 条项是真的毫无压力 所以他的操作非常的松 非常的松弛 非常的松弛 这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两边都在修机子 看开门战吧 看开门战 开门战 开门战得抓失误才行 强势这边的话 可以考虑去翻翻箱子什么的 来这边抓武女了 武女这边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留道具 留道具 开门战的时候再放这个八音盒来跟你钢 现在的话应该是不会交任何的道具的 也没时间交 一刀抽倒 还需要再来一波人救吗 什么人可以来救 什么人是没有交过道具的 什么人可以来救 什么人走着天门 条项是在翻了瓶香水 看太原压机子 这局核心点在于 武女在开门战 这波能不能顶住压力 或者条项是 因为这个渔女他不一定会抓这武女 他都会抓的 都有可能抓的 水气爆香水回 打一刀没打住 打了个椅子刀 这边密码机点亮 这一刀椅子刀有点难受 一个减速八音盒 来跟你绕 鱼女有闪现 他闪现一刀可以抬这个武女 但是你闪现抬了的话 可能就再也留不了其他人了 武女这边吃个水气伤害加速 这波我估计他故意的再翻 真的他这波绝对故意的 这波加速 这波不加速 他要他要吃刀了 故意吃水气伤害 这边看太原弹 守墓人交铲子扛 闪现一刀 啥没打到 打了个铲子 那边跳地窖 完美的四跑 这局每一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的好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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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